吕洞宾 原名吕炎 山西瑞城人 一般说法都称吕洞宾是唐朝礼部侍郎吕魏的孙子 其父吕让曾任海州次使 武则天天寿二年 公元六九一年 年已四十六岁的吕洞宾又去长安应考 在九四当中遇上天仙 钟离泉 钟离泉让他做了一个建功庶名 出将入相 风起因子的美乐 仅后方知功名利禄 君为梦幻 所以大彻大悟 摆钟离泉为师 赴钟南山中修道 改名吕洞宾 其后游遍山水 传道渡人 唐宋以来 吕洞宾与铁拐李 钟离泉 蓝彩和 张国老 和仙姑 韩香子 曹国舅 并称为上洞八仙 在山西民间传说中 吕洞宾是八仙最著名 民间传说最多的一位 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但是狗为什么要咬吕洞宾呢 其实故事是这样的 吕洞宾有个同乡好友叫狗咬 狗是狗且偷生的狗 咬是咬无音讯的咬 狗咬父母双亡 孤身一人 吕洞宾见他度日困难 就和他结拜成兄弟 并请到自己家居住 他希望狗咬苦心读书 将来好友个出头之日 狗咬十分感激 牢记着吕洞宾的话 整日刻骨读书 有一天 吕洞宾家来了一位姓林的客人 他见狗咬一表人才读书用功 就对吕洞宾讲 他想把妹妹许配给狗咬 但是吕洞宾怕耽误了狗咬的前程 就蜿蜒推脱了 但狗咬得知此事之后却动了心 可是因为吃住都靠着吕洞宾 而吕洞宾又推脱了此事 自己就没什么办法 后来吕洞宾知道了狗咬的意思之后 就对他说 林家小姐才貌双全 早有所闻 你既然想娶她 我也不阻拦 不过成亲之后 我要先陪新娘子住三天 狗咬听后不知一愣 但前思后想 还是咬着牙答应了 新婚之日 一切仪式都进行完了 掌灯时分 狗咬将新娘引进洞房之后就躲开了 洞房里就剩下新娘一人 这个时候 吕洞宾走进洞房 也不说话 只管坐到桌前灯下 埋头读书 开始新娘见新郎如此用功 好是喜欢 可是等到半夜 还是如此 实在无奈 只好自己合一而睡 天明醒来 吕洞宾早已不见 又是两夜 都是这样 林小姐暗自伤心落泪 不知新郎为何要这样 三夜过后 狗咬踏进了新房 她见娘子正泪满香腮 连忙上前陪礼 新娘只管低头哭着说 郎君为何三夜 不同床共枕 只是读书 天黑而来 天明而去呢 这一问 问得狗咬目瞪口呆 好半天才醒悟过来 双脚一跺 仰天大笑说 原来哥哥是怕我贪荒 忘了读书 就用词法来激励我 可用心也太狠了些吧 接着就把这件事对新娘前前后后地说了一遍 从此 狗咬悬梁自古 奋发读书 京城应世 果然金榜提名 做了大官 而后 狗咬夫妇便与吕洞宾一家 撒泪而别 复任去了 又过了八九年 有一天 吕洞宾家不慎失火 除人之外 一切都化为灰烬 为生活所迫 吕洞宾只好严怒乞讨 来到狗咬府上请求帮助 狗咬听后便对吕洞宾说 一切敬请放心 小弟自由妥善安排 一晃过了十几天 除了每日盛宴招待之外 狗咬根本不谈如何帮助吕洞宾之事 又过了一些时日 还是如此 吕洞宾疑心 狗咬不肯相帮 又过了几天 吕洞宾实在憋不住了 便提出要回家 可狗咬只是劝他再想几天轻福 吕洞宾愤愤地说 有福 你去想好了 说完便扬长而去 身无分文的吕洞宾只好再沿路乞讨返回家乡 可是到了村里 却怎么样也找不到自己的家 有个邻居告诉他 你家已经盖起了新房搬到村东头去了 吕洞宾来到村东头的新房里 见妻子正全身披笑 抚着一口棺材嚎啕大哭 他大吃一惊 愣了半天 才轻轻叫了一声娘子 娘子扭头一看 惊恐万壮 疑似鬼怪 经吕洞宾解释之后 才肯相信 吕洞宾问名妻子之后 记得把棺材砸开 只见棺材里面全是金银财宝 上面还放着一封书信 取出一看 上面写道 狗咬不是父亲郎 陆送银 家盖房 你让我积手工房 我让你积枯断肠 吕洞宾看完如梦初醒 身毁自己不识好人 错怪了狗咬 他苦笑一声说道 贤弟 你这一忙可帮得我好狠哪 所以通过这两个故事 民间就流传出来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也就是说 狗咬和吕洞宾的好心 当初都没有被对方发现